我们亲爱的主耶稣 感谢你 主啊 在这新年期间 我们还可以来听见你的话 主啊 你是那藏心不救的神 你永远都是新鲜 主啊 你从口中说的话 都成了我们的食物 也从我们路上的光 脚前的灯 引领我们 愿你今天祝福 我们这边的交通 你亲自来对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 看见你就是那圣洁荣耀的神 在我们这受咒诅的荆棘里面来烘烧 却不是用我们自己 却是乃得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 祝福我们的交通 奉你的名求 阿们 我们今天来到圣经中的人物 第101篇 我们要来看 摩西被神呼召 要回埃及去 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在神的计划和安排之下 摩西被自己的母亲 约基别 如养到断奶的时候 还送回王宫 而在这几年间 约基别 让摩西 小小的心灵 接受了 他是西伯来人的信念 然后约基别 才把摩西 送还给法老的女儿 他收养了摩西 为自己的孩子 在埃及王宫中 受到当时最好的教育 也养尊处优 过得如王子般的生活 使徒行传 斯提凡告诉我们 摩西在埃及人的 一切智慧上受了训练 说话 行事 都有能力 所以这段时间 是他能的时候 当摩西四十岁的时候 母亲辱养他时候 给他的教导 驱使他出了王宫 要去看他的同胞 受奴役的情形 当他看见一个埃及故宫 严厉打一个西伯来人的时候 他忍不住了 查看身边没有任何人 就出手将那埃及人打死了 并且埋了起来 结果第二天 这件事却传开了 法老也要杀摩西了 这就逼使摩西逃亡 远离埃及 一直跑到了米殿地 在那里结婚生子 摩西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存电 把过去的荣华 把过去的荣华富贵 甚至想要拯救他的同胞的心 都逐渐撇下了 终于心安定居下来 不再存有要回埃及去的想法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神从一层旷野中的荆棘 点燃了圣别的烈火 用这个意象来呼召摩西 熊熊的火光 在旷野中 炙热地燃烧着 可是荆棘 却不被烧毁 这位圣别大能荣耀的神 就住在这层荆棘里头 不是用它做燃料 而是以神自己 那源源不绝的能力 来燃烧 摩西原先自己的打抱不平 天然的热心 就如同这层荆棘 会维持不住的 很快就烧毁了 摩西看见这个火烧荆棘的意象说 我要过去看这大意象 这荆棘为何没有烧掉呢 摩西被这火烧荆棘的意象吸引了 想要过去看这大意象 耶和华见他过去要看 神就从荆棘中呼叫说 摩西摩西 他说我在这里 感谢主 他答应了神的呼召说 我在这里 神说不要进前来 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 因为你所在的地方 乃是圣地 我们在地上穿鞋子 不仅是保护我们的脚 不受伤 但是我们跟世界就沾染了世界的尘土 世界的观念 所以到神的面前 我们要脱下我们被世界沾染过的观念 想法 我们是完全地向神来敞开 我是你父亲的神 是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 耶和华说 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 我实在看见 他们因为受都公的挟制 所发的哀声 我也听见了 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 我下来 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 领他们从那地出来 上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 神对他所拣选的百姓的困苦 不但看见了 也听见了 而且原知道他们的痛苦 在创世之前 所有信徒都已经蒙神拣选 不论我们在哪种情况之下 神也都看见了 听见了 而且知道我们的痛苦 这是多么的令人欣慰 但是神不能够立刻出手拯救 他一定要等到 第一 他的时间表到了 第二 有合适的器皿被成全了 能够与他配合 神才实行拯救 故此我要拆你去法老那里 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 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 摩西已经被神制作成 和事神使用的器皿了 所以神在这里说 故此我要拆你去 神看摩西这个时候 是已经预备好了 神给摩西的使命 是你可以将我的百姓 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 只是领他们出来 并没有说 要摩西把以色列人 领入迦南美地区 摩西虽然因为在加底斯 百姓闹着 没有水喝的时候 忽略了神的指令 要他拿着杖 去吩咐磐石就可以了 但是他因为亲爱的姐姐 米利安死了 受到亲人死亡的影响 动了怒气 并且用葬击打了磐石两次 而不得进入美地 可是摩西的确完成了 神给他的使命 把以色列人带出了埃及 并且经过旷野 来到约旦河边 准备进入美地了 然而在神呼召的时候 摩西想起 他当年也想救他的同胞 却一个也没有救成功 还落得逃亡的下场 凭着他只身一人 哪有能耐去法老那里 把两百万同胞救出来呢 经过了同胞的拒绝 和法老的追杀 又经历了四十年的平淡生活 他当初的自信和雄心 已经完全被磨光了 摩西已经失望 透顶了 于是他说 我是谁 竟然能够去法老那里 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 他看他自己 他问神 你知不知道 我现在是什么样的光景 我们自己的计划 我们自己的计谋 方法 当然都不能 即使有两百万个年轻时候的摩西 又怎么能够抵挡 法老强大的军队呢 我们看自己 看环境 只有摇头 承认说 我是谁 神说 我必与你同在 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 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神 这就是我猜浅你的证据 神没有回答摩西的话 因为摩西是谁 并不重要 是年轻强壮时候的埃及王子 或者是年老体衰的牧羊人 没有一个行 这位我是创造天地造人的耶和华神 有他与摩西同在 就一定行 神还应许了摩西一个凭据 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 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神 这就是我猜浅你的证据 神不是坐在天上 猜浅一个八十岁的老摩西 单独前去 面对法老 完成这个大使命 神不仅猜浅摩西前去 他还是一直与摩西同在 这个才是关键 这是问题来了 摩西只听闻过他母亲提到这位祖宗的神 但他不知道他究竟是怎么的一位神 有多大能力 能胜过法老的权势和军队的力量吗 所以他问了 你是谁 摩西受神的猜浅 有神同在的证据 不只是有神迹歧视发生 而且是能够把那些原来拒绝他的以色列同胞 都改变到愿意跟随他 离开埃及到这山上来侍奉神 改变人心的工作 只有神能做到 而摩西后来的确把百姓带到了西乃山 在那里领受了律法 侍奉神 摩西对神说 我到以色列人那里 对他们说 你们祖宗的神猜我到你们这里来 他们如果问我说 他叫什么名字 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 摩西这个时候 其实已经打定主义不去了 所以他说 我要对他们说什么 很可能在质问神 既然你是我们祖宗的神 那么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这么久 有差不多四百年 你在哪里呢 而且我当初 旧以色列人失败的时候 你又在哪里 我四十年的光阴 消耗在旷野的时候 你又在哪里 但神却不介意 摩西的愚昔的愚昧和无知 反而蛮有忍耐的 对摩西说话 要把恩典 把一个对自己绝望又消极的摩西 转变成一个单单信靠神 又积极进取的摩西 所以摩西从这时候开始 是完全在神的恩典照顾之下 神对摩西说 那我是 那我是 又说 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 那我是 猜我到你们这里来 首先神启示他的名字 我是 那我是 希伯来文的读音 这个字就是 要为耶和华 我是 说出了 他一直都是的 都是现在是 他是超越时间 他不是过去是 他也不是未来是 他一直都是现在是 其他生物 都是这位 我是的 耶和华 所造出来的 在被造之前 什么都不是 也没有不朽患 得以长存的性质 没有将来 永远存在的可能 都会成为过去是 也就不再是了 虽然神在 以色列人中间 好像隐藏了一段日子 但是神的眷顾和信实 却从来没有停止过 只不过是 以色列人好像察觉不到而已 当神的时间表到了 他所制作的器皿 摩西也预备好了 神就亲自下来 拆遣摩西 去重申 他的应许 宣告这些应许 到了应验的时候了 在《出埃及记》三章 十五到二十二节 神吩咐摩西 去向以色列人传讲 要带他们 出埃及 进入美帝的信息 《出埃及》三章 十七到十八节 我要将你们 从埃及的困苦中 领出来 上到迦南人 赫人 亚摩利人 耶布斯人之地 就是到流南与命之地 他们必听见你的话 你和以色列的长老 要去见埃及王 对他说 耶和华西伯来人的神 遇见了我们 现在求你 让我们走三天的路程 到旷野里去 我们好献祭 给耶和华 我们的神 神说 百姓 就是他们必听你的话 这是为了增强 摩西的信心 因为以色列人 原本并不接受 摩西的拯救 三天 可能是希伯来文 表达一段时间的惯用语 正如同昨天和前天 来表达照常一样 三天也表征复活 因为耶稣在第三天复活 以色列人离开 被奴役许久的埃及 如同从死里复活一样 在复活的样式中 献祭给耶和华 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墓地 是要献祭给耶和华 我们的神 而不是让他们脱离 埃及人的暴政 过好日子而已 神有更高的墓地 就是来侍奉他 救恩的墓地 不仅是救我们脱离 罪和死的权势 更是让我们回到神 原先造人的地位上 要侍奉神 见证活神 彰显神 因此侍奉神乃是每个信徒 蒙恩得救的目的 所以没有一个重生得救的信徒 可以不侍奉神的 我们应当将身体献上 当作圣别 并讨神喜悦的活祭 这是你们合理的侍奉 保罗特别用合理的 这是应该的 而且保罗对刚刚得救 他两个多礼拜的信徒说 你们离弃了偶像 转向神 来服侍又活又增的神 每个信徒 只要从他受尽开始 那一时刻 他就是来侍奉这位 又活又增的神 神在出埃及第三章 十九到二十节说 但我知道 即使受大能的手强迫 埃及王 就是法老 也不会让你们去 所以我必伸出手来 在埃及中间 实行我一切的歧视 击打那地 然后他才让你们去 所以神在这里头 也事先把法老会 强烈的来抵抗 不让以色列人出去的 神会一次一次的来击打他 最后法老屈服 才会让百姓前去 神知道法老心里刚硬 不肯放以色列人离开 但是神却任凭他刚硬 为要借此伸出手来 在埃及中间施行 我一切的歧视 好让他的百姓和外邦人 都认识他的作为 因为经常对法老说 我特意将你兴起来 为要在你身上 显示我的全能 并要使我的名 传遍全地 神知道我们前面 一切的困难 但是神不会立刻 挪去所有的难处 而是使用这些难处 来成就他在我们身上的 美好的旨意 而且也让我们认识 神的大能 和他构用的恩典 在这过程中 来加强我们的信心 我必叫这名 在埃及人眼前蒙恩 使你们去的时候 不置空手而去 各妇人必向他的邻居 并居住在他家里的女人 要银器 金器和衣裳 好给你们的儿女穿戴 这样你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 掠夺了 所以他们走的时候 不是空手走的 要向埃及人要这些的金银 还有衣裳 这个都是神在呼召摩西的时候 就已经说清楚了 在埃及人眼前蒙恩 是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 他们向埃及人要什么 埃及人就给什么 因为他们已经受不了 有食灾领到他们了 还有的逾越节 杀了所有的投身的 他们是巴不得以色列人 赶快离开埃及 就把埃及人的财物掠夺了 这就应验了 神曾经向亚伯拉罕的应许 这些财物实际上是以色列人 多年在埃及做苦工的工价 同样 西伯来的奴仆 当做满了年数 在第七年被释放的时候 也不可以使他空手而去 反而应得双倍的工价 不致空手而去 表明了 神是要让他自己的百姓 带着埃及的丰富 得胜的脱离世界 而不是狼狈的从世界逃跑走的 神盼望 借着这些从埃及夺来的财物 以色列人可以因为这些丰富的恩典 认识拯救他们的神 也是赐恩典的神 因此尊重 感谢赐恩典的神 过于恩典的本身 就会甘心乐意的向神 献上礼物 作为建造帐墓的材料 然而 当神在山上 向摩西启示建造帐墓的事情时候 以色列人在山下 却把从埃及人得来的金环 造了一个金牛犊来拜了 他们不是侍奉这位 拯救他们的耶和华神 却拜了一个自己造的偶像 也违反了神 刚刚颁布的实践 人总是忘恩负义的 当神呼召摩西的时候 摩西对自己不抱任何的希望 所以当神差遣 他要回埃及去 把以色列人带出来 摩西是在山的推迟 不愿意前去 因为好不容易 他才完全放下了 回埃及的念头 摩西回答说 他们如果不信我 也不听我的话 反而说 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 那怎么办呢 摩西一再的找借口 一个人如果只看自己和环境的结果 不是自傲 就是自卑 摩西过去只看自己 看到的都是我行 就变得自傲自信 现在他还是只看自己 加上环境 看到的都是以色列人的不信 不听 就变得自卑自怜 于是再次的推迟神的差遣 我们人如果只是被拆毁了 没有被复活的生命建造起来 就会从自信变成了自卑 但神降悲人的目的 是要以那经过死而复活的生命 来建造人 使人担当仰望神 从消极的自卑 变成积极的谦卑 讨叫神的能力 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讨叫基督的能力 复辟我 能够执行神救赎计划的 不是摩西第一个四十年的 我能 也不是第二个四十年的 我不能 而是在第三个四十年里 在复活中经历的神能 耶和华对摩西说 在你手里的是什么 他说是杖 耶和华说 把杖丢在地上 他一丢在地上 杖就变成蛇 摩西便跑开 摩西便跑开 这句话 讲出了摩西 他四十年代旷野放牧 一定见过很多的蛇 但是这个杖所变的蛇 如果不是很厉害的毒蛇 它是不会跑开的 摩西之所以记载 他立刻跑开了 就讲出 这条蛇是很毒的 在古埃及 人将法老当作神的化身 而蛇就是法老的保护者 在古埃及历史上 一只立起来的蛇头 是王室的头冠装饰物 是王权的重要象征 给各位看一下 你看这是埃及法老王的头冠 在头上就是有一个响尾蛇 这个是非常毒的蛇 你看他这个头冠 虽然像了很多的宝石 但是是一只毒蛇 好 反正头上就是一只立起来的蛇 神问摩西 在你手里的是什么 是要让摩西转眼不看自己 而是看他自己手中 并没有任何神奇的东西 只有牧羊时候 用来引领和驱赶羊群 很普通的藏 所以神在这里是回应摩西说 我是谁 我们是谁不重要 而且是看起来很普通的藏 因为摩西这时候 不看他自己所有的了 正如同他自己已经是一无所有 而是单纯的照着神的吩咐 他就把藏丢在地上 他手中一根很普通的藏 就变成埃及人所敬畏的蛇 这个蛇也表征 那个坐在埃及宝座上的法老 就是摩西这次受差遣 要去找他的 根据圣经 蛇代表撒旦 在创世纪第三章 我们看见了撒旦 化身为那狡猾的蛇 蒙召者如果只认识神是不够的 每一个蒙召者还必须认识蛇 我们不仅应当晓得如何来接触神 与神交通 并且信靠神 我们也必须能够来对付蛇 就是对付撒旦 而神的话才是权柄 听从神的话 不看自己的环境 就能够显出了能力 耶和华对摩西说 伸出手来 拿住蛇的尾巴 于是摩西伸手抓住蛇 蛇就在他手中变作杖 如此好叫他们信 耶和华他们祖宗的神 就是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 已经向你显现了 因为在法老的冠冕上 有蛇为掌权的标号 所以神显这个神迹 给摩西的意思 乃是告诉摩西 他一定会胜过埃及的王 和他们的假神 就是那个化为蛇的撒旦 仗也表征我们所依靠的东西 仗听着神的话 把它丢在地上 隐藏在那里面的蛇 就被曝露出来 即使在丢下葬以前 蛇已经在这个葬里头了 但是十分的隐匿 不为人知 圣经启示蛇 总是企图 隐藏在某件事物的里面 或者是背后 是非常诡诈的 摩西所依靠用来牧羊的葬 实际上是条蛇 就是撒旦 在摩西眼中 葬仅仅是他所能依赖的求生工具 但是在神的眼中 那个葬乃是蛇 他的目的是叫人来依靠他 而忽略了神 我们所依靠的任何事物 其实都是一根杖 例如一个弟兄 如果是依靠他的工作 那个工作对他而言 就是一个求生的杖 但是对神来说 蛇就藏在那个工作里面 因为撒旦就是蛇 从那个他所隐藏的 在其中的工作里面 设法霸占这位弟兄 叫弟兄依靠这个工作 胜过依靠神 我们也许依靠许多的人 或者事情 我们的妻子丈夫 父母儿女 或者是财干教育财产 银行存款 圣经给我们看见 凡我们所依靠的 都会成了霸占人的蛇 今天撒旦 把自己隐藏在 人所依靠的杖里面 使人依靠他 而不依靠神 请注意 神并没有叫摩西 扔掉他的杖 反之他乃是吩咐 摩西要把他丢在地上 为的是要曝露他的真相 这里的重点是说 无论我们的杖是什么 我们的丈夫或妻子 我们所受的教育 我们的工作财干 或者是银行存款 都必须暂时离开我们的手 我们要放手 如果杖仍然是留在我们手中 蛇就不会被暴露 但是如果我们把他丢在地上 暂时离开我们的手 就要亲眼看见 我们的杖 实际上是一条蛇 摩西的杖 变作蛇之后 摩西便跑开 那根杖 多年为摩西所有 对于他来说 可能一直是很保爱的 但是当他被丢在地上 成了蛇的时候 对摩西就不再是可爱的 因为一直隐藏在里面的蛇 终于被暴露了出来 主要我们把杖丢在地上 而不是永远丢弃他们 不要丢弃你所受的教育 或者是储蓄 乃是要把他们扔在地上 那隐藏的蛇被暴露之后 我们必须学会拿住他的尾巴 这是对付蛇最好的方法 你如果拿住蛇的头 他可能会来咬你 但是如果你拿住他的尾巴 他将撕去他的权势 成为有用的杖 摩西拿住蛇尾巴的图画 显示我们处理事情的方式 应该跟世人是相反的 世人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自己 但我们所作所为的一切 都应该是向着主活 也是为着主的 比方说世人结婚 他们的婚姻生活 是为了他们自己 但是我们的婚姻生活 应该是为了主的 是来可以成家来牧养人的 同样的原则 世人读大学 是为了自己的兴趣 和找一份好的工作 但是在得到启示的青年人 应该上大学勤奋读书 受训练被成全 不是为我们自己 乃是为着主在地上的权益 这个原则能够应用到 我们与一切的人事物的关系上 一切都该向着主 也是为着主的 如果我们照世俗的方式 得着什么 或者是做些什么 就是为着我们自己的 来得着什么 或做什么 那么我们的杖 就是舌头在上 舌尾在下 但是我们如果 拿住了舌的尾巴 我们就是用 与世俗相仿的方式 来掌握它 叫舌头是向下的 对我们是不会 引起任何的难处的 我们需要有正当的婚姻生活 被我们所用 那些宝物 相反的 他的手碰见到他的怀里 再拿出来 竟然是长了大麻疯 我们的胸怀代表我们里面的所事 而大麻疯在罗马书那里 是代表的罪 这就说出 除了认识 撒旦之外 我们还要认识 肉体 我们的本相 就是堕落的罪人 活出来 显了出来 就是麻疯 我们需要认识 我们需要认识 在我们的肉体里 我们是长麻疯的 只是没有显示出来 因为在我们的肉体里面 罪就住在里头 叫我们去做我们所不想做的事情 在我们的肉体里面 没有良善 只有大麻疯 如果我们摸着内里的所事 就摸着了肉体 我们就是长麻疯的 发肉体的人 一个人如果夸耀他自己的良善 就不是神所呼召的人 每个蒙召的人都认识 在他里面有麻疯 有罪性 有背叹 摩西看见手长麻疯的神迹之后 就认识他自己的肉体 乃是麻疯的化身 也会发麻疯的 外面看是很好的 但是在我们里面 都有那个肉体的 隐藏在那里面 摩西可能说 在主给我看见那个神迹之前 我还以为我相当不错 但是当神吩咐我 把手放在怀里 再抽出来之后 我的手竟长了麻疯 这给我看见 在我肉体中 没有别的 只有麻疯 这是警告他 但是后来 在家底是缺水的时候 摩西就忘了 他的肉体出来 就两次击打磐石 而且重重的发了肉体 耶和华说 再把手放在怀里 他就再把手放在怀里 极致从怀里抽出来 不料 手已经复原 像身上别处的肉一样 又说 倘若他们不信你 也不信头一个神迹 他们必信第二个神迹 这表示 摩西掌麻疯的手 因为他遵行主的话 放回了怀里 就得了洁净 这个洁净 就是因为他遵行主的话 遵行主的话 就是顺服神所说的话 反之 不顺服主的话 被逆 就是麻疯 就是罪的基本因素 亚当就是不顺服 神给他的吩咐 就犯了罪 从那个时候起 罪就进入了人类 所有的亚当后裔 都被构成的罪人 就是说 我们每一个细胞里头 就都是那个罪的本身在那里 不是因为我们犯了罪 有些罪 罪的行为之后 我们才是罪人 我们是生下来里面 我们的组成 就是罪人 当我们因着 遵行主话 而顺服主的时候 他洁净的能力 就临到我们 我们也就得了洁净 第一个神迹 法老的术士也会变 但是 亚伦的杖 所变的蛇 就昏的术士 所变的蛇 真神的神迹 高过假神的法术 以色列人 可能还是会不信 因为 法老的术士都会变呢 但是这第二个神迹 就是麻风显现出来 麻风又会因为 听了神的话 就得到医治 这个神迹 会叫他们相信 他们如果 这两个神迹都不信 也不听你的话 你就从河里 取些水 倒在干地上 你从河里取的水 必在干地上 变作血 这里神所说的河 是指着埃及的尼罗河 是埃及繁盛的源头 被以色列人尊为神 是埃及人尊为神 摩西如果能把尼罗河的水 变为血 表明埃及的兴衰 都在神的掌管之下 因为当时 摩西身处在西乃山上 不在尼罗河边 神所说的这个神迹 不能够立刻演示出来 需要摩西平的信心来接受 要到他到了埃及之后 才能够去验证的 表面看来 尼罗河的水带来供应和享受 但是在神的眼中 他却是死亡 世界所有的供应 享受和娱乐 看似带来供应和享受 其实却是带来死亡 但是要明白这件事情 我们需要把尼罗河的水 倒在甘地上 根据创世纪第一章 甘地是产生 所有生命的源头 属世的享乐和属地的供应 一倒在产生生命的甘地上 血所表征的死亡 就立刻曝露了出来 你如果把尼罗河的水 存在水井 器皿或者是水罐里头 你就仍然会认为 这个水是供应和享乐的源头 但是如果你把它倒在地上 死亡就会立刻被曝露出来 因此第三个神迹启示 出一切属地的供应 和属世的享受 都不能够止渴 不过是带来死沉 最后是死亡 今天人们沉迷于各种的运动和娱乐 都是沉迷于各种带来死沉的世上 世界所给我们的供应 也是带来死沉 世界的水实际上根本不是水 它乃是血 世人不是喝水 而是喝血 不能够止渴的 他们所享受的世界 就是带来死沉 蒙召的人必须认识世界是什么 对世人来说 尼罗河的水是美妙的 供应他们一切的享受 但是对我们而言 我们要看出它是血 神所呼召的人 必须能够告诉神的百姓 不要留在埃及和尼罗河的水 而要离开埃及 到旷野去喝 从裂开的磐石 所流出的活水 这是摩西要去向以色列人 所显示的第三个神迹 后来神界的摩西 在埃及所显得实灾 就是来曝露埃及的真相 死沉 最后是死亡 为什么神在这时候 给了这三个神迹 蛇 麻风 和血呢 因为这三样东西 显示出 邪恶的三一 撒旦是预表蛇 麻风 预表肉体 血 是预表世界 所有蒙神呼召 并且被他猜浅的人 不仅要认识神圣的三一 和神圣三一的分次 也都要认识蛇 大麻风 和血 这三件事 那就是说 他们要认识 撒旦 肉体 和世界 这个邪恶的三一 是跟神圣的三一 对抗的 根据新约 撒旦 是与基督相对 约翰一书 三章八节 告诉我们 神的儿子 显现出来 是要消除魔鬼的作为 肉体是与圣灵相对的 加拉太书五章十七节说 肉体重任贪欲 抵抗纳灵 纳灵也抵抗肉体 恶者彼此相对 所以肉体是和纳灵来相对的 而肉体的原 所发生出来的 就是那个麻风 世界是与父相对的 就是父神 人若爱世界 爱父的心 就不在他里面 所以世界 是跟父神相对的 因此撒旦 肉体和世界 是与神圣三一神的分次 相对抗 因着撒旦 肉体和世界 神的分次受到的阻扰 被神拆遣的摩西 就是要去 向神的百姓 行这三件神迹 对付邪恶三一 这三个神迹 都是借着神的话 所行出来的 神要让摩西知道 神的话就是权柄 神的话 也就是神的方法 来曝露 邪恶的三一 也能够给我们方法 来实际的 怎么来对付 我们要看见 我们手中所握的 是他撒旦 肉体里面是麻风 所处的世界是血 但是照着神的话 我们可以身处世界 却可以胜过世界 肉体和撒旦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回埃及去的时候 要留意 将我交在你手里的一切 其事 行在法老面前 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 他必不让百姓去 神使法老的心刚硬 其实是神 任凭法老的心刚硬 法老自己心七次硬的心 神就使他的心 接着再刚硬五次 加起来一共是十二次 终于恶贯满盈 如果神任凭我们自己做主 每一个天然坐落的人的心 在神的面前都是刚硬的 只有神的怜悯 才能够叫我们不刚硬 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 柔软下来 那完全是出于神的怜悯 罗马书第九章告诉我们 这样看来 神愿意向谁施怜悯 就向谁施怜悯 愿意叫谁刚硬 就叫谁刚硬 罪的功架乃是死 没有一个罪人是配得神怜悯的 我们要向神谦卑 求神的怜悯 而不刚硬的心 因为只有神是有主宰的权柄 他要对谁动怜 就对谁动怜 你要对法老说 耶和华这样说 以色列是我的儿子 我的长子 神很清楚地告诉 要法老知道 以色列跟神的关系 是这么的亲近的 我对你说过 让我的儿子去 他好侍奉我 你却不肯让他去 看哪 我要杀你的儿子 你的长子 神在这里头 已经把他最后的一个杀手剑 就是逾越节的时候 要杀长子的事情 已经事先提醒了 摩西 也要他去跟法老说了 以色列人是神所拣选的长子 是在万民中归耶和华为圣 作为他所出产的 出俗的果子 在神的救赎计划中 他要借着对长子 以色列人的管教和带领 让他成为种子 就是万国的榜样 因此 灵前十章说 这些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 都是见解 并且写在经上 正是为警戒 我们这身在 诸世代终局的人 以色列人的整个经历 是我们所有信徒 在跟随主的路上的见解 他们的失败提醒我们 那也是我们的失败 他们的蒙恩经历 也可以是我们的蒙恩经历 法老自认为是神 被埃及人当作神来敬拜 但这个假神的长子的命运 却完全在真神的掌握之中 神也预言了 月节的时候 要杀埃及所有投身的 首先就是杀法老的长子 神知道摩西去法老那里 很快就会遭遇挫折 所以再次的预先提醒摩西 即使受大能的手强迫 埃及王也不会让你们去 好让摩西面对挫折的时候 不灰心不失望 而是坚信在法老的刚硬背后 有神的手在那里主宰控制着 我必伸出手来 在埃及中间施行我一切的歧视 挤打那地 然后他才会让你们去 但是摩西在初次看见法老之后被拒绝了 他忘了神这个提醒 他也会向神抱怨 我们上次讲过 摩西不想去 他又推说他自己是左口笨蛇 神就再次启示他是创造的神 口才不是难处 并且为他安排了亚伦做他的帮手 于是摩西就没有任何借口了 所以出埃及记的四章十九到二十节 耶和华在米殿对摩西说 你要回埃及去 因为寻所你命的人都死了 摩西就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 使他们骑上驴回埃及地区 摩西手里拿着神的杖 本来摩西手上拿着 只是一个很普通的牧养的杖 但是这一次与神的面对面交锋之后 也借着这个神迹 他的杖现在就被称为神的杖 这里摩西已经有两个儿子了 大的叫葛顺 小的叫以利以谢 可能还非常的小 摩西在路上住宿的地方 耶和华遇见他 想要杀他 为什么在神终于让摩西愿意起行 回埃及去带领以色列人的时候 却要在半路杀他 这怎么想都想不通的 好 我们要先看一下 出埃及 四章二十四节 这一句的西伯来原文 或者是英文的翻译 And it came to pass By the way in the inn 就在雨舍里面 That the Lord met him And sought to kill him 我们这里头看见的 没有摩西这个名字出现 两次都是他 男性的他 这一句里面我们没有看见摩西 只有说到他 所以摩西想要杀的不是摩西本人 而是他的小儿子 以利以泄 为什么呢 原因就在下一节 西伯拉就是摩西的太太 就拿了一块火石 割下他儿子的羊皮 丢在摩西脚前 说你真是我的血狼了 这样耶和华才放了他 那时西伯拉说 你因割里就是血狼了 他的语气非常的不好 割里是神给亚伯拉罕 除去肉体的一个记号 因为在亚伯拉罕 他凭着自己的肉体 生了以食玛利之后 神有十三年没有跟他说话 神再来找他的时候 就要他们受割里 你们所有的男子 都要受割里 这就是我与你 并你后裔所立的约 是你们当遵守的 你们都要受割里 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记号 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 无论是在家里生的 生下来的第八日 都要受割里 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 做永远的约 但不受割里的男子 必从民中剪除 因他背了我的约 神说 不受割里的男子 必从民中剪除 所以神乃是要杀 那个没有行割里的小儿子 这里头是单数的他 所以不是两个儿子 神在半路上 要杀摩西的小儿子 他和西伯拉一定吃惊 也害怕了 西伯拉也许问摩西 为什么呼召他 并且猜浅他的神 现在又想要杀他 他还不知道出了什么差错 摩西从母亲约基别那里 得的教育 就解开了这个问题 因为他的小儿子 还没有受割里 西伯拉是一个外邦妻子 可能当摩西给长子 行割里的时候 他非常不高兴 这使他反对 小儿子再受割里 两个人可能还为 这个事情争吵过 由于摩西的软弱和疏忽 加上西伯拉的坚持反对 摩西就没有给小儿子 行割里 这使得神所规定的 割里之约被破坏 所以神想要杀 小儿子以利以谢 要西伯拉这个外邦女子 旅行这个要求是不容易的 尽管他不乐意 但是他在这紧急情况之下 不愉快的气氛中 被迫立刻顺从 由于他们在旅店中 缺少合适的设备 他的工具很原始 拿了一块火石 动作也急促 粗鲁 因此他就说了重话 尽管气氛不愉快 行完了割里之后 神便放过了摩西一家 如果西伯拉起初 不阻止摩西为儿子 行割里 就不至于这么痛苦急促 并且生气了 这件事也让西伯拉认识了 耶和华是神 他自己在神的面前 要低下头来 没有出发前 西伯拉的坚持 不准给小儿子行割里 摩西争不过就算了 但是摩西可以暂时将就 可是神亲自定下的割里之约 是一项慎重的记号 由不得摩西和西伯拉轻呼 不顾 神在那约中说得很清楚 不受割里的男子 必从民中减除 因他背了我的约 这个时候在半路上的割里 是由本来不愿意做的 西伯拉亲自来做 是神说的才算 西伯拉的坚持 算不得什么 我们如果轻忽神的话的规定 不愿意照着去做 后来神会兴起环境 还是要我们去做 即使在很不甘心 气愤之下 还是不得不照着去做 否则就要被杀 要认识他是神 他说的话我们要认真听 要遵守 这一次的割礼 是由女人来执行 因为在圣经里面 女人表征主观的经历 而割除肉体是主观的 不是客观的 我们众人 无论年长的或年轻的 弟兄或姊妹 都是执行切割的人 在造会生活中 家庭生活中 我们不是切割别人 就是被别人来切割 几乎在每一件事例中 这个切割都是用粗糙 不考旧的器具执行的 也都在没有预料之中发生的 有切割的事发生 让我们认识 神不会轻易放过我们 忽略他所说过的话 因此我们看见 蒙召者不仅需要男的帮手 就是从亚伦来的帮助 也需要有女帮手 就是从西波拉的帮助 男帮手是达配 女帮手是割除肉体 每位蒙神呼召的人 都需要有男帮手和女帮手 需要配搭和切割 摩西原先没有坚持 为小儿子行割礼 但是他现在是受神的差遣 去拯救百姓 神不能够使用一个 仍旧活在肉体或天然生命中的人 或者是把神的话打折扣的人 这是违反神圣的原则 也破坏了神所制定的约 我们要在神的手中 做何用的器皿 肉体和天然的生命 必须被割除 神经轮的执行是很讲究的 摩西在他的手中 被成全了这么久 最后连他的小儿子 也必须行了割礼 西波拉也认识了 究竟是谁说的算数 摩西才能够去执行 神所给他的指命 摩西的妻子和两个儿子 也成了摩西的帮手 来成全他 这使得摩西在日后的侍奉中 不敢轻忽神的话 而是认真的听 认真的传讲 认真的执行 我们愿意看见神主宰的安排 顺从神 不马乎神的话 并且认真的执行 求神恩待我们 阿们 好 我今天的交通就停在这里 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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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